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百零二集的 只要有電影 今集我們繼續講毒蝕大狀 上一集我都好像在講故事 但其實不是 我是想抽屍剝繭 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整個戲的佈局是怎樣佈局化 又或者是吳偉倫的劇本 是怎樣透過他人物性格的描寫 人物的編排 他怎樣去命名這些人物 去表達他的一些中心的理念 其實劇本一般都是這樣做的 但我覺得over the years 第一很多劇本都沒有這樣做 又或者做得不好 又或者近年的一些比較年輕的作品 似乎大家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 就是很不肯去 跟隨一個這樣的做法 甚至有些抗拒 因為這是一個很傳統的做法 亦都是一個 很重視戲劇 很重視storytelling 的一個這樣的方法 不去做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不去做這件事 你的alternative是怎樣的 是不是推翻了我不去做 那就是表示我很突出 我覺得不是 你去找另一個alternative 去代替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不到 但anyway 這個都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們回到讀舌大狀 上次 我就說 透過這三個大律師 三種不同的取向 有一些地方 是有common的 但是 到最後都是vastly different的取向 然後再去展述 到底 這個電影 又或者是吳偉倫的劇本 他想去 表達一個什麼的重點 所謂那個主題 是什麼呢 我們再看下去 再繼續講講一些人物的鋪排 以及他怎樣去處理這些人物 又或者講一講 Fish這個角色 廖子瑜 飾演的鍾念華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 中家的 獨生女 他很有器嫌 當然他很嬌縱 也是因為 家裡的關係 所以他覺得自己 是所向披美 他做的所有的事 不單止是對 他不覺得是錯 甚至即使有錯的時候 他很懂得 去找 下台階 去合理化自己的行動 他也是 有一種 匹危天下的 都是一種自負 覺得人人都要為他服務 他 開場 出場 我覺得很精彩 出場 一開始 他在大宅 然後看到一幅很大幅的畫 類似 黑白掃描 還是板畫 我 沒有留意得很清楚 但無論如何是這樣的 他不是一種西方的名畫 可能 都是一個名畫 因為我的學識有限 我不懂 而且是很古老的一幅畫 好像裡面有雙方的對壘 好像是一些平民百姓 對壘著一些 豬猴 然後 他面前就放了一幅照 是一隻狗 他很哀傷的神情 然後黃敏德 在背景進來 然後告訴他 原來他的狗叫 Francesca Francesca的名字 我覺得也起得好 他不是Bobby 不是Lucky 不是女兒 不是甚麼 是一個 很高雅的名字 一隻狗女 叫做Francesca 原來Francesca 剛死了 很傷心 他亦因為Francesca 成立了一個叫做Francesca 的一個 狗的基金 而是由黃敏德幫他 主理 你看 黃敏德 一個資深大律師 跟你搞一個狗的 基金 殺有戒事 是不是大財小用 而且那個狗的基金 以Francesca為名 你用初心 你不知道你以為是一個人 但是anyway 這個出場已經是 很簡短 已經是完全寫到 鍾念華這個性格 寫到這個所謂的權貴階級的特色 中間的案件牽涉是甚麼呢 中間的案件牽涉就是 她老公 柏天南 黃丹妮就是柏天南的情婦 她們有一個 七歲大的女兒 這個女兒後來就在一個 有少少 神秘 或者很多真相 開頭被隱瞞的情況下 她就撞到她的桌角 深夜 在一個廳的桌角撞到 失血過多 那就死了 鍾經儀就是柏天南這個角色 是有去到現場的 但是送到她的時候 女兒也死了 開始就好像是一個意外 但是後來 黃丹妮 被告弱儀 疏忽照顧 然後到後來再翻案的時候 就被律政司再加控她 改控她 就由誤殺 成為一個謀殺 但是實情其實就是 涉及中年華的 因為其實中年華當晚 其實首先就去 這個空岸的現場 想去踢斗 或者是 跟黃丹妮這個角色 曾傑儀 她是一個 超級模特 但是因為 跟中 景儀 踏上了之後 所以她就放棄了 這個超級模特的生涯 就只是照顧她的女兒 本來她是想去找她 攤牌 算帳 等等 跟她的女兒 產生一些衝突 所以其實她是 錯手誤殺了女兒 但是 這個案情我們遲些會再進一步再講一下 因為這個案情本身其實是有點漏洞的 還有在這個項目 我想說一點點 就是這三個人的關係 這個三個人的關係 其實我是看 這個電影的時候 因為我看了三次 看第二次之後 我第一次是miss了 或者出來的時候已經忘記了 但是看第二次 我留意到 但是我又 因為她很brief 我是搞不清楚一些東西 所以我決定才看第三次 這就是牽涉這三個人的關係 因為當 黃丹妮 去抑述 她怎樣 認識中經儀的時候 她有一個鏡頭很brief 就是看到黃丹妮和 廖子瑜 兩個人都化妝 很漂亮 很親戚的關係 很曖昧的動作 我立刻就想起 她們兩個人會不會是一個 一個 雷斯比人的關係 我初一還以為 想著 是不是因為 其實她們兩個是一個雷斯比人的關係 後來 就加入了 鍾經儀 而鍾經儀又喜歡了 黃丹妮 所以 她們就生了女兒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 婚愛情的關係 但是原來又不是 因為後來 她也有對白交代 她們的婚姻 是維持了十年 十年裏面 八年 她是欺騙了老婆 她說 黃丹妮和 廖子瑜 不是 一早就認識 不是 她們結婚後才認識她老公 我就勾頭了 後來我回來 就看了這個電影的資料 我相信 她是剪了的 因為在Making of的特輯裏 她是有這一場 拍攝的經過 三個人 其實有一個鏡頭是很曖昧的 似乎是一個 類似3P的關係 中間的內情是怎樣 我相信種種的原因 片場 還是 電檢 是不是內地 要剪了的關係 所以她留了這個鏡頭 但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令到這段關係不清不楚 所以為何拉美有一場戲 就是看到廖子瑜 通過一些 特別的安排 走進去 建立王丹尼 但那場戲他們倆一言不發 和廖子瑜全身的紅色進去 純粹是一種示威 的心態 坐在這裏 兩個對望 王丹尼是 滿腔的怒火 不懂得怎樣發洩 然後廖子瑜就走了 這場戲 如果 這場戲剪走了 關於他們三角的關係 可能容易解釋一點 我覺得這個現在 剪輯的方法 是有點漏洞 有點遺憾 甚至 單獨來看 我是覺得 不 不滿足 無論如何 講完 又回頭了 好了 王子華因為要去舔富豪 他壞了 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原則 就被富豪 是善一鑊 而且是犯了他最大的 錯 累了一個人 這件事就是違反了他最初的 執業的 本心 這段過程我亦都覺得這個戲描寫得 挺精彩的 就是說 他由一個高點 跌到一個最低最低點 甚至他自己看不起自己 他想希望補償 但是所有的 法律的途徑都堵塞了 他沒有辦法回案 亦都無從回案 所以他墮落 他喝酒 買醉 遼是鬥非 被人打 是他invite被人打 結果他被林寶儀救了 林寶儀釋演 是他的同學 很有趣 他invite introduce 林寶儀的人物 那個戲 先後幾次的出場 三次的出場 包括他後來再上庭 打最後這一庭的時候 他上庭之前 他還打電話 一直氣去氣喘 還打電話給林寶儀 叫他 你一定要 出庭 一定要在現場 但是那時候 觀眾還未知 林寶儀是甚麼身份 看到林寶儀 對一對 證件 他是否是警察呢 又不是 他是甚麼人呢 他一直沒有揭曉 直到 林寶儀 整場官司打完 林寶儀一直坐在這裏 作為一個旁觀者 甚至跟黃子華交換了顏色 然後才看到 林寶儀原來是廉政公署 的副署長 助理署長 這個就相當有趣了 而且是由 林寶儀 去 wrap up 整件 案件的余波 就是怎樣去拉 黃雲德 怎樣去拉 廖子余良夫婦 為甚麼 是因為要由廉政公署 這個身份去拉他 這就牽涉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起一開始 就是2002年 很多人都覺得 有沒有必要 為甚麼是2002 不是1997 不是2013 是否純粹為了逃避一些敏感 的猜測 或者一些敏感的 官方的指控 我覺得當然 有這個 有這個 目的 但是最主要是2002年 我自己想一下 電影發展了兩年 就是由2002到2004 因為這段時候 第一 沒有網媒 Internet的發展 甚至Facebook 的發展是初期 而在媒體 亦都 保持著他的 普及性 以及重要性 影響力 還有很強的姊妹 還有蘋果 有太陽報 有東方 然後 還有電視台 還有電台 而牽涉到傳媒 當時 的戲裏面 去到最拉尾那場官司 黃敏德說 我會確定 明天出庭 不會有傳媒 當然他怎樣做到 因為 其實已經看到 他那個權力的範圍 佈滿得那麼厲害 所以 我當然 presume到 他有這個 影響力 而他是將 整個法庭 filled up with filled up with 大律師 換句話 他堵塞了他 這件事 不會被reported 所以2002 2004是重要的 2002 2004 我們普遍的社會 我們還相信 即使法律 怎麼這麼不公正 法律有什麼漏洞 到最後 我們還有一個 anchor 香港 勝在有 ICAC 貪污受賄 都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受害的 會是哪一個 這隻是馬 打擊貪污 立即舉報 香港勝在有ICAC ICAC是一個icon 是一個最終 維持到公平公正公義 一個這樣的機構 一個獨立的機構 所以他安排了林寶儀 所以他安排了林寶儀 是王子華最好的同學 他不單止出手 救了 王子華 令到他不會 further被人打 甚至他去 remind 這個 王子華 你記不記得你的初衷是什麼 他理解 他的痛苦 然後他 suggest 給王子華 算了 你沒錯 你是累了一個人 但是你用什麼方法去補救 你不需要死 死是沒用的 你用什麼方法 去救多一個人 去救多十個人 去救多一千個人 當時他指著波地 那個例子就是什麼 就看到一個無辜 或者一個無力 的市民 跪了在地上 找一個警察 說完 所以之後 王子華 搖身一變 去了 旺角 去開 律師樓 但是他是一個大狀 大狀是沒有可能去旺角 去開律師樓的 而且他接的案件全部都是小市民的案件 這個中間又有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他接的那兩件案件 看到的 一個是福建華跟婆婆說的 另外一個 他也是一直在走 就是跟一個叫做大寶哥 很明顯有一個黑社會說 換句話說要接 這案件不單是小市民的案件 他也接黑社會 而且克拉米拉就看到 做他的師爺的太子 何啟華飾演的太子 背景原來都是黑社會的 因為 他在初出道的時候 他就跟 這個太子 就是何啟華的老爸 黑社會打官司 他出盡全力去打 他老爸就入了牢 但是他老爸 入了牢 但是他老爸 入牢之前 他跟兒子說過 你將來也要做律師 兒子現在跟黑社會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他說你將來也要做律師 做律師是甚麼 要去幫王子華 幫王子華 這個就很有趣了 換句話說 王子華 他不癡權貴 他都堅持公正 有他的原則 但是他不介意跟黑社會打 而戲裡面 似乎 那個暗示也是 那個權貴所及的勢力 暫時 當年 還未遍及黑社會 當然你說那戲是不是就是美化黑社會 我們不要那麼容易 從一個 極端 非黑即白去推斷 只不過那戲暗示給我們聽 黑社會都有他的原則 為了他再打王丹尼這場官司 王子華推了大寶哥 誰知道大寶哥上來尋仇 打到他很糟糕 打到他 頭都是血 但是王子華 堅持他的原則就是 我寧願賠錢給你 我要推了所有的案件 因為我要集中精神 只是打王丹尼的案件 大寶哥你放我一馬 結果大寶哥就說 那些斯文大淚 敗類 說什麼道德正義 但其實大寶哥理解 大寶哥真是放他一馬 不過他臨走都說 兩日後交錢 換句話說 黑社會都有黑社會的原則 亦都解釋了為什麼王子華可以跟黑社會 打交道 事實上追拉薇 所以他都是利用了 桑涛利用了黑社會或太子的關係 去令到他自己脫身 所以他代表的一件事就是 他代表的 除了他一些 嚴守的 一些原則之外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靈活的人 他也懂得 就是 法律 他可以有一些路去走 他不依規則 而 他可以兜過來 來 打贏 官司 換句話說法律是什麼 整個法治 是一種制度 這種制度裡面 沒有攻擊法律制度 首先要搞清楚 他不像其他法庭片 或者某些法庭片 他在攻擊這個法律制度 他是在維護這個法律制度 但是他告訴我們很清楚 這個法律制度 是有漏洞 漏洞的原則是什麼 不是因為他刻意 製造漏洞 而是因為這個法律制度 就是everything sticks by the rule 所有的東西講規則 講程序 制度一定要這樣 否則就亂了 沒有的 制度是不活的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 法律是很容易被人 去轉門子 去找他的漏洞 所以王文德在法庭裡面 因為王子華都不跟規矩 所以他就用法律規則 針對王子華 然後就說 你問的所有問題都不適合程序 你輸了 但是王子華提出了一個 最後的一個 final 的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人 這就是歸回到另外一個氣 要強調的東西 就是歸回到人 人是什麼 是人性 既然法律 可以 被twisted之後 提供了這些所有的東西 是去給 一些權貴 去玩弄 去 甚至是去利用法律 去行惡 那怎麼辦呢 王子華提出的東西 就是人 人也是 甘遠山的最後底線 也是因為甘遠山一看到 他就知道 這件案是一個 他很清楚誰是元兇 所以到最後 他也是因為這樣 他 其實是暗場交代了他 他放棄了 他的所有 所有是 Stick by the rule 的那個原則 是去和王子華合力去做一場大龍鳳 就贏了這件案 這個人當然虛無飄渺 不是 而是 一開場 第一場打官司的時候 王子華面對著陪審團 他說了一番說話 他說 沒錯 我們法律 法庭是公正公義的地方 但是另一個原因 你作為陪審團 你要做的一件事 除了以法理為依歸 你還要 還要 注重的一件事 就是 common sense 這個common sense 在戲裏面 是常理 我們一般人可能是常識 但是我想說的一件事 common sense 中國人沒有這個觀念 common sense 常理也好 常識也好 是譯出來的 但是實際上 和common sense 詞本身 還有一種距離 不是常識那麼簡單 常識就是一些小知識 這不是 不是common sense 當然都包括在內 但是common sense sense 其實是解了什麼 是解了道理 是解了明辨是非 所以說你都沒有sense 你沒有sense 你分不出 分不出好和壞 分不出對還是錯 分不出正確還是 錯誤 這個就是sense common是什麼 common就是 適用於所有人 亦都是supposed 我們每個人的依歸 這個就叫做common 換句話說就是common values 共識的價值 這個就叫做common sense 所以Jury 除了看所有的法理依據之外 他動要明白什麼叫做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是可以 在某些時候 是需要用這件事來 判斷法律 凌駕法律 而到最後他再補充 在結案層次的時候 他再補充一句 就是 叫陪審團 你用你的觀察力 去看著那個證人 有沒有說謊 看著那個證人 他是不是一個人 是不是一個還有人性的人 這件事就很清晰了 換句話說 法律制度 是一定會有漏洞 他嘗試極力嘗試 去堵塞所有的漏洞 但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而且亦都是這個漏洞 會被人利用剝削 甚至去顛覆 去推翻 這個制度 的一個本意 但是只要我們有common sense 我們保留他們的人性 這是我們最後的堡壘 還有一個堡壘 就是什麼呢 這個戲有一個呼應 當王子華被人 發送去審淫署 他慶了 就走了去法官 法官直上高 桌下面 他就挑了一個字 寫著天無眼 戲裏面亦多番提到 我不想被天收 甘遠山這樣說 然後王子華說 你等天收 那個戲亦都透過visual 當王丹尼 被判了17年之後 那個戲突然有一個top shot 影著他 在監獄裏面睡 一個 我們所謂的top shot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bird's eyes view 或者是神的角度 天的角度 戲亦都是多番 是減去 透過人物 pov 望去天 而到最後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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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之後 王子華也再看看 那個天無眼 的 挑字 他看到是變成天有眼 最後最後鏡頭就是王子華 王子華 從旺角走出來 然後遠遠見到一個婆婆 被另外一個 駕著一個 好像一輛Porsche的名貴跑車 的一個男人去欺負他 婆婆淚流滿臉 警察都沒有負 然後王子華 慢鏡頭走過 過馬路 鏡頭一直走 我們看到 是一個過度 過分曝光的畫面 看到鏡頭 看到 太陽 的光遮遮住了 天有眼 當然你可以說這件事 完全很subjective 但我們信天 你可以說 很虛無飄渺 但這是不是你的信念 所以我就說整個戲 要表達的是這些 這些東西 透過這些戲劇的手段 透過這些人物 透過 劇本的編寫 透過台詞 透過很多細節 呼應 亦都是透過 很電影的手段 這個電影的手段不只是鏡頭 動得很厲害 或者是很漂亮 很多場面調度 其實 電影很困難 佔了差不多 起碼 沒有一半都有三分一以上的情節 其實都是在法庭裏面 但是其實他的處理 在法庭裏面 不能動 所有人的空間限制 亦都有限 甚至香港的法庭 不像荷里活電影 因為荷里活電影 律師盤問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空間的活動 還可以給他表演 但不行 王子華也要站在他的原位 最多他是轉身 但是在鏡頭的組織 尤其是到了最後 那一場的法庭戲 第一很長 第二很多的轉折 第三 牽涉到整個法庭都是戲 所以整個氣氛的營造 所有大律師們的casting 所有鏡頭的組織 因應著那個戲劇力的推進 那個分割的畫面 還有最後 那個戲集中火力之後 一直都是用 Editing 很碎的鏡頭亦都有 然後到最後 那個結案層次 他用一個 戲裏面 唯一的一個long take 就囊括了整個法庭 一個360度 甚至超越了360度 一個這樣的環匯的鏡頭 去表現 那個結案層次的力度 我覺得 做得相當好 亦都是這個就是visual 而且那個戲的美術 我覺得也做得相當好 特別是寫這個權貴 他無論選 權貴之家 的那個 那些 decor 實景 我相信 應該有經過 重新的裝置 服裝 真的讓你感覺到 一種權貴的壓力 一種 權傾天下的一個美度 一個金壁輝煌的包裝底下 裏面 是多麼 醜惡 是多麼可怕 我覺得這也是整個戲的成績 所以 從一個大局的看 我是覺得 戲裏面的案件 或者一些描寫 譬如我上一集已經說過 那三個人的關係 我亦都覺得 在戲裏面 黃丹妃說 也很有錢 就算他被 判了17年監 他都找過幾個大狀 去試圖跟他 打掉這個官司 這都是錢來的 他還好像 維持著一個 這樣的條件 他跟女兒的關係 甚至去到拉美 描寫到 鍾經儀這件事 我覺得 都是缺乏了 那個是變了多一點的 因為他 出賣了自己 他依附了的權貴 他入罪這個權貴 而且到最後他親手殺死 自己的骨肉 他親手出賣了自己 的人 這個是很可怕 這個也是一個很可怕 很盜辱的一個隱喻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是好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願意 我真的願意 去虐待 我不是忽略 但起碼我不去深究 他的一些 Logic上的問題 包括 兩年後 怎麼會保存 那間屋 兩年後 他都知道自己坐了17年 那間屋是怎樣的 那間屋是不是 忠敬而賣給他的 就算不是忠敬而賣 他會不會去處置那間屋 那兩年後 就是 為什麼會是可以 原封不動 又可以 淋涼水也有他跟警察的關係 所以他從警察那裏拿了一條鑰匙 就變成為所欲為 Anyway 我覺得這些都是小的瑕疵 但是整體我覺得 他的論述 他要表達的message 他透過劇本的描寫 人物的描寫 前後的呼應 細節的鋪排 對白的描寫 那這些所有 我都覺得是 在 港產片 特別是主流的商業片 做到一個這麼高的高度 我是很少見的 而且他當然對現實也有一個 重點 是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 他賣了 我覺得他完全值得 我亦都很希望他真的可以 更多的人看 而且 因為 為了準備這個節目 有些事情我搞不清楚 我真的看了三次 我覺得這三次 都是值得的 而我看到第三次 我亦都覺得這部電影是耐看的 甚至他最後的結案層次 當然是煽情 怎會不煽情 但是所有的法庭片 有哪部電影是不煽情的 Al Pacino也煽情 Paul Neumann也煽情 有哪部電影是不煽情的 那是一個戲劇的效果 但是那個煽情是否去到濫情 我覺得不是 他的編寫也寫得相當精彩 我即使看到第三次 我仍是有動容的 部份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 去看或者再去看 去找一些細節 就是這部電影 《毒蝕大作》